字幕提供 大家好 我是謝時龍哥 那今天要來教大家如何在直播平台 設置外接麥克風 那今天示範的平台是使用OBS 首先我們接上USB的連接線 接上USB麥克風之後 那我們來打開OBS 再來源這個地方 新增一個擷取音訊的輸入 那在裝置這個地方呢 選擇USB 那我們再確認一下聲音是不是有沒有進來 那如果發現聲音還是沒有進來的時候呢 我們就到設定這個地方 在音效這裡 點選 一樣選擇USB麥克風 那我們接下來呢 就可以看一下 OK 底下麥克風輸入音效這邊呢 那如果有的話 那就是確定就可以使用了 好 那剛剛我們已經示範了使用USB麥克風 那如果假使你今天原本就有心有麥克風 那我們想要接在你的電腦上面 或是筆電的時候呢 我們就必須使用像這個 USB錄音的介面 好 那就可以確保你的聲音 可以收錄在你的筆電或是電腦上面 接下來我們來示範一下無線麥克風 如何在OBS上面的設置 那基本上它的設置呢 跟剛剛我們在示範的USB麥克風設置呢 是差不多的 那一樣 就是在來源的地方 新增 擷取音訊輸入 建立新來源 那在裝置的地方呢 選擇USB麥克風 好 那我們可以再確認一下 就是在音效混音器這邊 它的音量表是沒有在作動 那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再去設定那個地方 音效麥克風這個地方呢 好 那選擇USB麥克風 好 接下來我們就可以來確認一下 OK 那麥克風這個亮表呢 已經正常的在運作了 那以上呢是今天的示範教學 那大家如果對影片上有任何其他的問題 那歡迎在我們的影片底下留言 或者呢你也可以來現場 查詢我們現場工作人員 那今天就這樣子囉 謝謝 掰掰